下面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十四章 常用的工具介绍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 我们将对CirclePlus以及TRCircleDeveloper这两个工具呢 进行介绍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着重讲解的是这个CirclePlus的使用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CirclePlus 那么CirclePlus呢实际上是操作我们Oracle数据的一个工具 那么它是与我们Oracle数据库一起安装的 那么在安装完数据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CirclePlus来管理数据库 除了CirclePlus之外呢 现在还有这个I-CirclePlus这个操作数据库的工具 那么它们的区别呢就是CirclePlus是在倒数页面下 而I-CirclePlus那么是在Web页面下进行操作的 那么通过CirclePlus你可以完成哪些数据库的操作呢 第一个对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增加删除修改以及查询的操作 可以对查询出的结果进行格式化的显示 第三对数据库对象进行管理 比如说用户、表空间、角色等对象 那么如何启动CirclePlus呢 那么使用CirclePlus的前提是确保我们Oracle数据库是安装成功的 那么在安装、在连接我们CirclePlus的时候呢 是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的 那么在连接CirclePlus之前 可以在数据库中查询好用户名和密码 便于操作我们CirclePlus 启动CirclePlus的方法呢有很多 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开始菜单里面 找到程序 找到你Oracle安装的这个目录 然后选择应用程序开发 在这里面呢就有CirclePlus的选项 直接选中即可启动CirclePlus的连接页面 或者呢我们直接在DOS页面下进行运行 我们在Cash菜单的运行里面打上一个CMD 然后就将当于在这个页面里头进入到我们Windows 这个DOS平台下 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打上CirclePlus 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我们当前的一个Oracle的一个版本信息 然后在这里面大家需要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输完密码之后呢它就会提示你登录成功了 另外呢我们就主要是都给它连接到指定的数据库上了 也就是说连接指定数据库的时候是在已经连接到默认数据库之后 再进行其他数据库的连接 那么我们想连接到其他数据库上呢 那么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实践 在这个Circle面下面我们可以输入comnet 不断连接其他的 然后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后面呢是输入你这个OracleNet这个名称 网络名称 要连接的是哪一个哈 你把它直接写上就可以了 你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启动它了 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使用我们CirclePlus都能干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使用CirclePlus可以编辑命令 第二个可以保存我们的命令 第三个可以运行命令 第四个可以格式化查询结果 那么第五个呢我们还可以为它加上注释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 如何使用CirclePlus进行编辑命令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主要讲解下面的内容 最佳文本 替换文本 删除命令 添加行 显示缓冲区中的内容 那么最佳文本呢 经常会在执行完一个语学之后 我们需要在上一个语学的基础上 增加一些内容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最佳文本的命令来完成 那么这个命令呢是比较简单的 用它判的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一个最佳的文本 那么这个就是最佳文本 我们接着呢我们往下看 替换文本 那么在编辑的时候呢 有时候需要对原有的语学进行更改 这个时候CirclePlus就提供了文本替换的方法 它使用的是Change 这个关键字来实现的 DH-A-N-G-E 然后用你的旧的文本 旧的文本 然后后面是 你要换成哪一个新的内容 前面是旧的 后面是新的 这样就可以替换了 那比如说呢 我们在查询DBAUser 把查询用户的ID呢 换成查询用户的密码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一个写杠 然后把它的ID换成密码 你这种方法就可以实现了 这两个其实都是我们数据库当中的字段 只不过把它们更换一下而已 那么删除命令 那么在Circle Plus 从编辑语句的时候呢 不可缺少的就是要删除命令 这删除命令呢 在Circle Plus当中 主要有删除当前行 指定要删除的行数 以及删除行的范围等 这样一些命令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 删除指定的行 怎么办呢 删除指定行 是指在执行完命令的时候 如果要删除某一行后 再次执行的时候 我们再使用这个命令 用的是DEL这个语句 用的是DEL这个语句 DEL加上你要删除的行 这里的N呢 代表的是你要删除的行数 是DEL是D几行 那么如果要删除缓冲区当中的 全部语句要怎么办呢 就用Clear Buffer Clear Buffer就可以完成了 那么这两个呢 是删除的时候比较常用的 这就是添加行 那么在编辑语句的时候 除了删除和替换之外 我们还经常会用到添加 那么添加行的操作呢 我们是通过Input这个命令来实践的 添加行的操作也是指在缓冲区中 执行过的语句中增加 就是在已经执行过的语句当中呢 再增加一些语句 用Input 那么加上你要执行的内容 要给上一条语句加上的内容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需要说明的就是 使用Append追加命令 与Input添加命令的区别就是 Append是在缓冲区最后一条语句后面 添加内容 而Input是添加行的对象 虽然也是在缓冲区中执行的语句中添加 但是当缓冲区中没有语句时 使用Input之后 就相当于在我们缓冲区里面 又写入了一行数据 就写入了一行语句 那接着呢 往下看如何来显示我们缓冲区当中的内容 那么在CirclePlus当中呢 执行语句后 内容就会自动的保存到缓冲区当中 那如果要查询缓冲区中的内容 在CirclePlus当中呢 提供了List这个命令 完成这个操作 那它怎么操作呢 它可以直接查出全部缓冲区的内容 也可以查出指定行数的内容 List 后面N 是要查询整个行数啊 还是什么 或者是说 如果你想查出最后一行 这个List 这个关键字来表示 如果List的后面省略了这些参数就代表要查询缓冲区中全部的内容 N呢 这里的N就代表显示缓冲区中指定行的内容 List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它可以查询缓冲区中最后一行的内容 好 那么这些呢 就是编辑命令 接着我们看 如何使用它的这个保存命令 第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计时本 保存我们缓冲区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CirclePlus当中呢 输入ED 那么这是在Windows环境下 然后打开一个 还有我们缓冲区内容的记事本 也就是说 当你在这个Circle命令下面 你输入ED之后 就会打开这个记事本 记事本里面已经就有了你缓冲区的内容了 那么第二步呢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把记事本文件保存到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sale命令来保存我们缓冲区中的内容 那么在CirclePlus中 保存缓冲区的内容呢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数据库管理员经常会使用的一个操作 那么使用sale命令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它呢 是使用的是sale命令 之后呢 加上一个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文件名字呢 你可以只写一个文件名 那么你也可以呢 直接写上一个具体的保存路径 那么如果你只写了一个文件名 那么这个缓冲区的内容 就会保存到默认的文件夹当中 这里面呢 有个技巧 就是写入到缓冲区的内容保存到文件之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圈 加上文件名的方法 来执行刚写入文件缓冲区的内容 之后呢 是使用我们CirclePlus来运行命令 那么在CirclePlus当中呢 运行命令的方法 我们前面已经用过了 是一个写区 代表它的运行 或者是在我们语句上 加上一个分号 那么都可以运行语句 那么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run命令 或者是start这个命令 分别来运行我们的语句 那么run命令运行的语句呢 也就是说它运行的 就是我们缓冲区当中的内容 run加一个分号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写了 run就是run 之后呢 是使用start命令来运行语句 那么使用start命令 可以运行指定文件中的语句 也就是说在start后面 需要加上一个参数 文件的名字 那么这里的文件名呢 也是可以加上扩展名 也可以不加扩展名 如果不加任何的扩展名 默认的扩展名 就是点circle 那么这个呢 就是如何来运行命令 这就是我们circle class当中的 运行命令两个 一个是run 一个是start 接着呢 我们来看 我们既然能够进行编辑和运行 那么我们如何来格式化 我们的查询结果呢 我们这里面呢 主要讲解了几个比较常用的命令 一个是column这个命令 还有一个呢 是set命令 还有一个store这个输出结果 这就是t title 这个命令 来设置这个标题 那么使用column这个命令呢 既可设置显示列的别名 也可以设置显示列的格式 那我们首先来看 如何使用column这个命令 来设置别名 column column 这就是设置别名的方法 再就是使用column呢 可以格式化数据显示的格式 column 然后你要给哪一个列进行格式化 column column 之后 它的格式 format 它什么样的格式呢 在format 是格式化后显示的格式 因为这个格式呢 有一些规则 比如说9 在这格式里面如果出现9呢 代表的是一个数字之处0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前到0 或者是后置0 $表示美元符号 B表示一个空格 MI表示是负号 一个$表示 千分位分割符 一个点表示小数点 G 显示千分位分组符号 L 显示的是本地区域的货币符号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你自己指定的这个格式 在format的后面指定出你要给它数字化的格式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column这个命令 另外呢还需要说明的是 使用column这个命令设置列的格式之后 这个列的格式是会一直保持的 除非重新设置该列的格式 或者是取消该列的格式 那么接着呢往下看set命令来设置格式 那么使用set命令设置查询结果的格式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使用set命令可以设置的格式有 设置每页显示的行数 设置每行显示的字符数 显示查询数据所用的时间 设置查询结果是否显示列标题 设置查询结果是否显示 已选择行数这样一些信息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使用set命令来设置查询结果的行数 那么在使用circleplus查询数据的时候 那么我们经常会把所有的数据都显示在整个页面上 这样的话呢就会照着我们页面显示数据非常的混乱 没有办法识别了 那怎么限制显示的行数呢 然后每页显示几行 n就代表每页显示的行数 默认的话我们每页呢显示的是24行 那么除了设置每页显示的行数外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每页之间的空格数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使每页呢 时间都会有一个间隔 方便我们来查看这些数据 那么就是set new page 后面加个n 这个n呢代表的就是每页之间间隔的空格数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设置每行显示的基础数 每行呢 我们用line set 这里面的n呢 就代表的是每行显示的字符数 默认显示的字符数呢 是80 比如说我想查看一下 在当前CirclePlus下面 每行显示的字符数是多少 怎么办呢 就show这个方法 show line set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显示查询一个数据 它所用的时间是多少 如果想显示查询数据的时间 我们就使用set timing on 那么如果不想显示之前的时间 可以把这个on变成off 就关闭了 另外呢 还可以设置查询结果是否显示列标题 我们set hiding 我们set hiding hiding off 是显示 open 就是不显示 接着呢 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预选择的行数是多少 是吧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使用set命令 来设置是否来 是否要显示 预选择行数 这个提示 这个叫做set pig on 是显示 off 是不显示 那么这个呢 就是set命令的一个使用 下面呢 我们再看 sport这个命令的使用 它呢 也是用来保存我们查询结果的 sport 后面加上你要保存文件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把保存 结果直接输出到指定文件名的这个文件里面 那么它的扩展名呢 就是.sql sport 加上这个文件的名字 那下一行呢 是sport off 那么sport off是什么意思呢 是当执行完sport off之后呢 我们才把查询结果真正的写入到指定文件当中呢 就是我们在第一行执行完 其实并没有把它写入 是在下一个月执行完之后 我们才真正把它写入的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ttitle这个命令 是来设置标题的 那么在sqplus当中呢 经常会使用到的就是报表的一个制作 那么如果给报表设置标题呢 你就可以使用ttitle这个命令 来设置报表的一个标题 然后呢 这里面的标题呢 我们要用单也号把它扩起来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除了可以添加t标 ttable之外呢 那么可以添加下标题 下标题就是我们在椰角下面的这个标题 接着呢 往下看 它叫btitle 在sqplus当中呢 还可以为我们语句来加上注释 我们这里面能用两个方法 可以说呢 注释是每一个数据库管理员也要经常使用的 那么如果在语句当中没有注释 那么其他人就无法读懂你写的语句 甚至自己写的语句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写的了 那么在sqplus里头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为每个语句比较长的一些信息 加上一个注释 那么最简单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 用一个写笔信号 信号写笔这种方式 为我们语句加注释 那么这种方式呢 也是在我们多种编程语言当中呢 使用的 那么在这个 斜杠信号 信号 斜杠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注释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的注释呢 也可以在语句中的任何位置 那么在编语句的时候 是不会编语这些注释的 那么在执行添加注释后的脚本时 执行的效果是不会改变的 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注释呢 那么只是给你用户自己来看的 甚至执行的时候用的 这就是我们用命令 也可以加上注释 就是remark 这个命令的方法 进行加注释 那么使用remark这个命令 进行加注释呢 它的作用就是告诉 CirclePlus 接下来的文字 不是命令 而是注释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在执行执行 大家写上了remark 有什么内容 那么程序会知道 它是一个注释 不是你要再继续执行的Circle语句了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要想把加注释的语句 也写入到文件当中 一定要在 sport这个命令之后 输入这个注释 因为在掉上sport之后呢 后面的语句 才是向文件中写入的语句 但是在语句最后 还要加上sport off 才能是真正的把语句 写到了这个文件里面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我们CirclePlus 基本操作的一个讲解部分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 PRCircleDeveloper这个工具 那么这个 PRCircleDeveloper这个工具呢 可以说是 Oracle 使用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我们前面的章节呢 实际上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工具的 基本的准备来操作 这个数据库了 在我们这一节当中呢 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如何安装上的 它的布局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它的使用应该说非常简单了 那它的安装 第一步呢 是安装Oracle的一个客户端 这里必须要有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下载我们这个 PRCircleDeveloper这个工具 到我们书上的一个顶上 14张去找到这个网址 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安装这个文件 直接经过解压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一步一步的提示 就行 然后填写我们登录的信息 这里面呢 登录的信息 用户名密码 以及database这个选项 数据库的选项 那么这个数据库选项 是你Oracle的配置名称 就是那个.ora那个文件里的 你的配置名称 然后我们直接登录 就可以直接连上 你本机的这个Oracle数据库了 连上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你在这样的一个页面当中呢 都有哪些内容呢 那么它呢 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 一共有这样四个部分 一个是工具栏 比如在上面 这属于工具栏 所有的操作呢 都可以在这里面来找到 第二呢 是对象列表 它自己图形的方式 列出了指定范围的表 试图 函数 存储过程 处发器等等 然后呢 它还有这个模板列表 我在这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它包含了很多函数的用法 语法结构的语法等等 最后呢 还有一部分 它是一个窗口列表 就是说打开的编辑页面 都会列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PRSQL Developer 这个工具 那么在大家以后的工作当中 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不论是 你用什么工具 我们最基本的这个 Oracle里面用的PRSQL语句 大家都应该能够掌握 那么掌握这些语句之后 无论在哪个工具里面 你都可以操作置如 那么以上呢 我们就介绍了 我们Oracle经常使用的 两个常用工具 一个是SQL Plus 也就是PRSQL Developer这个工具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账的全部内容 那么多用工具 那么多用工具 这种工具 那么多用工具